你先進去 我的天啊 哇這個陽光我覺得很不一樣喔 要經歷過陰暗之後才能看到 好 2021年農曆春節 我和兩位高中同學 離歐洲和何仙姑 一起進行了一趟 從初一到初五的環島旅行 第一天從台北到台南 第二天從台南到墾丁 短短兩天 雖然入途中發生一些事情 所幸運也都平安度過 才能看見南台灣 充滿心生希望的陽光 第三天的開始 我們在7-11肯丁門試用早餐 早餐 八台 哇賽 真的很有心喔 浪漫 跟你說我認真主持 這是隨時在為了交女朋友準備 對 我要隨時把浪漫指數飆到最高 對 有他的地方就是浪漫 有喔 有 吃完早餐後 正式開始第三天的旅程 沿著台二六往東 第一站是鵝鑾鼻燈塔 高中畢業旅行時也有來過 但因為當時已經分班了 我們是跟著各自的班級來到這個地方 留下不同的回憶 喔喔喔喔 一個彎耶 對 有綠有藍 藍綠打鐵 而近十三年後 我們騎士機車 遠從四百公里外的台北 再次來到這裡 不經感嘆時間過得好快 而這些歲月 讓我們變了 卻也都沒變 夠了 我要擺 要換個Pose 10年後又後悔這個姿勢 10年前我爸會擺Pose 不好意思 算是 算是 感覺是機會 好的 我握頭電掌 OK 但是你還是 算是摩訣旁邊 你就大家都知道了 沒關係 好 拿來 按壓 沒問題 好 3 2 3 3 拿他手 剛剛那個啊 大姐剛剛那個啊 我覺得還不錯 這樣子 不是要再過來 要是呀 對 要靠在一起 靠在一起 靠在一起 可以可以可以 這樣好這樣好 喔有像有像 OK 有像什麼 謝謝 好漂亮 好 在鵝鵝鼻燈塔前 離歐洲瞬間變成了朱棣攝影師 武裝燈塔 早有的武裝燈塔 媽媽來 太冷卻 可以可以可以 3 2 3 2 2 2 3 2 直接變成鑄地攝影師了 很小 我來說會吧 我以為我剛剛會在那邊站到龍蝦 還好 我們繼續站起來 還好剛剛那個大腿包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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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進不起第二台的折順 我們三天 哈哈 你告訴我做郵箱是不是 對 離開鵝鵝鵝鼻燈塔 沿著台二六再往東一小段 就繞過了台灣最南端的彎角 轉往北上 這一天 藍天正藍 陽光正好 海 也是處於東部深遠的湛藍 除了公路外 沒有建築 沒有遮蔽 有一種邊境感 卻又不像西暗的蒼涼消澀 而是獨享這片天 與大地 遠離群居社會的自由 經過風吹沙時 我們被在海上跳動的陽光給吸引 便停下來欣賞 遠道而來才難能一見的景色 遙想近十年前環島時經過這裡 天色陰暗 風沙狂喜 彷彿處在某種末日的荒野 停下來看紙本地圖 地圖還被狂風給吹破 而今天的平靜與明亮 和回憶中的樣子 就呈現鮮明的對比 這是幾次公安 街道成縣 衝 肥張 空 flight 霑 超�Lee 2-6到那邊200甲 200甲到岔路之後往右 順走 順走到這邊 沿著台2-6繼續往北 到盡頭後左轉入200甲 暫時離開海邊 走大圈的環島 能走的公路無法完全貼合海岸線 必須要繞進200甲 200 接回台2-6往北後 再轉入199-199甲 最後並入台9線南迴公路 往台東續行 經過滿洲市區 上一次的造訪是9年前的環島 沒有留下影像紀錄的當下 記憶只會隨著時間模糊 從全身感官的感受 變成一行文字 我來過這裡 系數以前沒有好好為自己人生做紀錄的日子 其實覺得有點可惜 所以其實我有計畫 把這幾年來還記得的一些經驗 用某種形式重新整理一次 一方面為自己做紀錄 一方面如果有人能因為我的經驗分享 而有了某些靈感或行動 那也算是很有意義的事了吧 再經過一段山路後 200線道會來到港子鎮 這裡有沙漠景觀區 可以開沙灘車 再往前一點 就重新接上了台2-6繼續北上 迎來進到旭海前 不走難回才能看到的海岸美景 右側是清澈的天空 平靜深邃的汪洋 左側的小丘刻畫著海岸線 刻畫著未來景色的伏筆 不算離島 屏東是離台北最遠的縣市 因為地理位置及交通手段的關係 來到這裡的機會就相對少了很多 這也讓我格外珍惜 收盡眼底的每一幅畫面 移動的距離就是時間的刻度 很快的我們離開了最後一段台2-6 往左進到199甲 經過牡丹後再轉入199縣道 通過最後一段往南迴的路 這裡就好幾吧 要嗎? 街上台9屋就南迴 我們來到壽卡驛站 屏東與台東的分界 你們環島嗎? 幻島 哦 再度踏上台9線 行走在白天的南迴 是悠閒的山間兜風 和上次葉齊的經驗完全不同 也因此 不同如上次的漫長 這次好像很快就離開了山間 來到中游山海觀站 補充有料 緊接著就是我們在這趟路程中 非常期待的台東海岸 移植公路 無垠的太平洋 前兩天的路途堆疊 讓我們能收穫這樣的海景 過年期間往來這條路上的車輛不少 無關車馬喧鬧 海洋依然穩定而沉浸 經過大武市區大烏橋後 路面開始爬升 這讓我們能在一定的高度 包覽這片清澈的水藍 剛好路邊有一處停住空間 我們停下腳步 看海 拍照 只能說好看的照片 背後都有辛勞的攝影師 讓我們一起看看 和仙姑都拍了些什麼吧 來看 拍完照我們繼續沿著台九線北上 往我們的下一站多兩車站 鐵軌高架偶爾在側 繼續墨入在滲透人心的潛rij中前進 來到多輛車站 這裡在2006年就已經停止旅客業務 轉型成觀光景點 久文大明今天清零現場 可能是因為人太多的關係 少了那麼點遠方小鎮火車站的氣氛 我對火車火車站也算是有點感情 小時候我住在饒河夜市附近 現在還是市民大道 以前還是為地下化的台鐵 根據我母親的描述 以及我殘存的記憶 在上幼稚園中班以前的年紀 午後我常常在窗邊看火車 看到望我 海邊舔著紗窗 說起來還真是有畫面 火車站列車充滿了遠行意象與想像 主動買票、被動搭車 讓火車把自己載到很遠的地方 這或許是我影片裡 只要經過平交道、列車 就會盡量記錄下來的原因吧 因為人有點多我們就沒有久留 可惜停留的期間沒有列車經過 繼續往北 往太馬里先去看傳說中的台灣版的櫻木平交道 再去吃午餐 往北後不久 跟隨導航回轉後 轉進東六三 比起海上的晴朗 山頭上烏雲密布 往前後不久就抵達了平交道 和多輛車站一樣 也是因為人多的關係 少了點感覺 你怎麼下來了 還好還好 我要去拍火車 我一定要 簡單拍照後 就去太馬里市區用午餐 我們找到一家滷肉飯 點了一桌小菜 吃完午餐後 準備離開太馬里 經過往火車站前的大長坡 車站後方的地是拔起的山 不禁覺得要是有時間在這裡 能多停留一下就好了 之前的一些影片 曾經有人留言 這樣快速通過 根本沒辦法體會當地生活 環島只是在趕路 旅遊不夠深度 那到底要多深呢? 出門旅行 每個人追求的體驗不同 有人喜歡在陌生的城鎮裡漫步 有人喜歡變長各地的美食 有人喜歡車輛行駛間流動的風景 有人則喜歡深入無人之境 天地共眠 旅行中的體驗 會是值得和他人分享的好故事 卻不應該是強加於人 甚至批判他人的資本 我們一路走來 在學校、在職場 已經有夠多標準答案了 在路上 我們曾經聊到這次旅程中 錯過的事物 和仙姑很豁達地說 每一次的旅行 都是為了下次在探路 這次的萬席 會升華成下次的滿足 這次的探路 就是開啟下一段精彩篇章的契機 沿著台9線 來到台11線的交叉口 我們選擇往東 繼續享受 領海的風景 隨著我們逐漸北上 雲層又更加厚重 但海的上空卻又是一片清明 哇 可以可以 在經歷好長一段時間的騎行 我們來到了三仙台 好累呀 剛剛我們就有一個河仙姑 沒錯 剛剛我們就有一個河仙姑 仙姑清零啊 有一個河仙姑 可是為什麼他會適合河仙姑 有一個河仙姑 有一個河仙姑 就是我們無聊的理由 OK 哪個方向 草乎到 我看 欸 這是地圖嘛 我們都沒有認真在看 他在看鹹谷 嗯嘛 應該往那裡囉 哇 天堂有路你不走 地藏有神 天啊 舒服啊 我們覺得我們剛才 腳底在裡面 我們等一下來比看誰卡最多 你去幹嘛 來到海岸邊 拱橋因為維修中無法行走 僅存藍天在橋的另一端依舊晴朗 而在我們的背後 層層疊疊疊的烏魚壓緊 正在岸邊的旅客 像是著魔一樣 不斷撿起石頭 往海移丟 海浪像冷酷的大獸 把從千上萬的石頭拖進深淵 背後的烏雲 空氣中雨的味道 遠方與事無關的晴天 被浪花捲入的石頭 敲擊聲響 是這場雨程中 逆向深刻的 東海岸之聲 空氣中的潮濕感越來越重 北方的烏雲也逐步逼近 雨滴超過凝結的靈界 開始降下 穿上雨衣我們急去北上 陰雨籠罩 太陽轉移到山脈的另一側 午後的東海岸 逐漸暗淡 迎著雨 看著海面上的藍天 我們選擇往西 轉入烏雲籠罩的台30線 浴場公路 穿越海岸山脈 回到花東縱 走上台30 海拔逐漸爬升 東方的一片藍天 時不時在側邊出現 那是柏油路到不了的地方 我們走著我們選擇的路 往山裡前進 來到台東和花蓮的縱向交界 這時雨勢稍 海上的晴天依舊 海上的路 那這個 不是 啊這個 噢 餓了 再度出發 進入浴場隧道 我看我沒有脫掉 因为天气 我们选择直接往今晚的住宿地移动 一样是北上 我们本来打算走台九线 但却不小心转进了一九三线岛 我去右边 虽然走错路 但也算是个美丽的错误 一九三线岛相当笔直 车不多 随着雨势减弱 我们的心情也轻松了起来 梨花链试还有一段距离 我们决定在中游刺客山站先加个游 对对对 谢谢 拜拜 拜拜 继续北上 天地向晚 两旁是翠绿的稻叶 或是如尽的水田 傍晚时分的光线 有种于云众生 都准备回家休息的温馨感 好多分喔 在天色渐暗的初三傍晚 这是我从未体验过的花莲 虽然我们只是旅人 但也有落脚处在等着我们 民宿打来确认入住的电话 就像下一个旅途章节的预告 让人期待旅途的推进 沿着一九三线道走了一段时间后 来到瑞穗市区 雨已经完全停了 我们停下来休息一下 把雨衣收起来 上次骑近站环岛时 见了花莲朋友 家乡就在瑞穗 就让我觉得 虽然只是停下来休息 却很有亲切感的一个地方 天色已经完全暗下 沿着台九线继续往北 往花莲市方向 急行的车辆众多 大约执行了四五十分钟 路上开始有一些灯笼悬挂 这提醒我们 现在是能力春节的事实 大家在团圆的时刻 我们在公路上移动 差点都要忘记现在是过年 红通通的灯笼 让我们在旅途中 也有点过年的气氛 晚上七点半左右 终于抵达花莲的住处 这里也是我去年环岛和武岭之旅时的住宿地 认真 妈 才是想出去 你有想出去 你是也还好 对喔 可以叫 从墾丁一路过来 有点懒得再出门了 我们放好行李后 就洗澡 叫外送当晚餐 科技男子 妈子的家只顾的科技男子 太帅了 因为你的 那个 上面有些妈子 我这个是有去过香的 比练过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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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了 印度什么 印度美女 你在界面也太帅了吧 可是我看不懂你在干嘛耶 你在写什么 我没有在写 我只是把东西放下去 好巧 你看起来就跟电影一样耶 对 我也刚不可以这么觉得 那你可以 你可以卡别人的秘造 那个银行密码 不行 那你可以 把全台外面的人 有故后 你怎么快想出来 我很想 我们要用很多机台 然后 你要去跑一些 我们自己洗好的程式 嗯 去给他压力测试 嗯 然后知道他跑出问题 你看看 看起来是真正的专业 有 帅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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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间 帅子 在这时 民宿老板和我们聊了一下 老板知道我 也很热情的邀约以后 去体验他们家的飞行伞 你好棒哦 我天啊 我等一下把你的電話我寄下來 但這個常弄好像是你寄 對 你真的需要夜配 喔好好 好像很好玩 謝謝 等一下我要看一下你寄 你寄 不去 是是 不去 要在這裡 要在這裡 謝謝 掰掰 早安休息 掰掰 看完首播後 我們去夜裡黑漆漆的美倫山公園想拍星星 不過光它還似乎很嚴重 拍得不是很成功 意外的收穫是回生時 我們嘗試拍攝不同角度的騎車畫面 不過離歐洲的三軸穩定器怪怪的 拍出來的畫面就會像這樣突然垂頭 我們後來看到垂頭的畫面 不知道為什麼就莫名笑的半死 拍到民宿準備睡覺 我們也擬定好了隔天看日出的計畫 早上五點多起床出發 這次看日出的地點 是七星潭附近的四八高地 朝東方前進的路上 遠方的天空是一整片的橘紅在醞釀 雲看起來很多很厚 這次能不能看到日出 我們心中懷抱著問號 喔!有人耶! 哇! 穿越旭從來到海邊的懸崖 還沒越過地平線的太陽 已經讓整片天空亮起 我們沐浴在燕紅的朝陽下 準備迎接這趟旅程的後半 準備迎接這趟旅程的後半 進入訓練 去看 還有呢 可是這個補就沒有這麼行 因為一開始沒有狙的人 可是這個我覺得太陽比較好 這個有點太亮 我覺得這比較好 你要這個A款方式補一張 陽光灑在你的臉上 很亮耶 陽光 走 太陽上去了 哇!欸!有光 二次 二次 二次是甚麼 哇!多重體驗 二次 三次 三次 二次 三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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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